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589集 谁能救陈庆 陈旺达想来想去 也只有夏小兰了 现在不仅是钱的事 这件事 夏小兰只告诉了她 如果为了大家庭内部的和谐 陈旺达就当那八万块真的给陈庆交了学费 咬死不告诉陈家其他人也行 但这样有用吗 陈旺达亏心呢 更不想眼睁睁看着陈庆就这样走错了路 人往岔道上走 第一次还拽得回来 越走越远了 旁边的人想拽也拽不回来 谁能把陈庆给拽回来 她只能想到夏小兰 陈庆是老陈家第一个大学生 要说脑袋瓜子 说学到的书本知识 陈家没有比陈庆更聪明的 就是聪明过了头 连家里人一起骗 能比陈庆聪明的人 陈旺达就认识一个夏小兰 不仅是会念书的聪明 自打夏小兰跟着刘勇回了七景村 他身边的人都在发生着大变化 刘芬不是光挨打不还手的受气包了 刘勇也不是三无不着调的贤汉了 陈旺达厚着脸皮 恳求着夏小兰 我陈旺达这辈子都没干过这么亏心的事 陈庆不是你的责任 我却求你管它 小兰丫头 到现在我都不求陈庆成才了 只想着他不能变成一个混蛋 骗了家里这么多钱 我认了 谁叫他姓陈 自不叫 父职过 陈庆是我这个爷爷教导的 这都是我没把他教好 陈家活该倒霉 爹梗头 可你说 他在美国花的学费 全是国家出的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 培养出一个混蛋 我 我就是死都闭不上眼睛啊 我可是老党员 我对不起国家呀 陈旺达声音哽咽 听得夏小兰也心中发颤 陈旺达说的都是真心话 他是一个老兵 也是一个老党员 经过天安门广场都会下车 敬礼流泪的老人 夏小兰相信他说的话 陈旺达是真的觉得 陈庆对不起国家的培养 国家送陈庆去美国留学 是想让他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不是花钱培养骗子的 陈庆不把精力用在学习上 骗家里人的钱去炒股 陈旺达要是能去美国 不仅要把陈庆的腿打断 还要在美国大声骂他 质问他 说真的 陈旺达现在都想去举报 他寻思着找谁举报 能把陈庆留学的名额弄掉 不想好好上学 就滚回来种田 陈爷爷 您的意思是 陈旺达声音哽咽 还呜呜呜呜哭了 谁能想到陈旺达会哭 哭得夏小兰怪难受的 陈旺达待他和刘芬 真是不薄 陈爷爷 你想让我咋救陈庆啊 让他把亏掉的窟窿填上 只有一万多美元 对农民家庭是天文数字 对夏小兰来说倒是不难 他就算不懂金融 也有别的办法 能叫陈庆赚到钱 不 你别管他亏掉的这些钱 亏钱使他贪心 使他能力不够 但陈庆的问题 不仅这些 这孩子长歪了 他就像遭了虫害的果树 树心子长虫 枝呀 也歪歪歪歪歪的 小兰 我是求你救救她的人 哪怕有一丝机会 你帮帮忙 陈庆 还有拯救的可能吗 破咖啡的时候 夏小兰看见陈庆 都打从心里厌恶 可陈梦达的哭求 又叫夏小兰 没办法拒绝 他本来就是个 有仇必报 有恩必还的人 口渴时 别人给他一碗水 他恨不得偿还一口井 现在夏小兰的高度 已经不用去管一个小村长 是咋想的 陈旺达在乡下那点权力和地位 别说撼动夏小兰 甚至不能碰伤她的皮毛 但陈旺达这个村长 却是夏小兰 一直感激尊重的老人 陈爷爷 您不要伤心了 我答应您 我现在没办法向您保证 但只要还能把陈庆给掰过来 我一定努力尝试 这件事 或许也有我的疏忽 以前没考上大学时 我和陈庆还是好朋友 如今一起在美国 我们反而疏远了 如果我平时能关心她的动向 能和陈爷爷你们多点联系 或许早就察觉到她的变化了 陈旺达 老泪纵横 这丫头就是善解人意 到这时候还找理由安慰她 陈庆变好变坏 连家里人都不知道 哪能怪在夏小兰身上 陈旺达没有老糊涂 她清醒得很 小兰丫头 谢谢你 你人在国外 多保重自己啊 陈旺达实在说不下去了 挂了电话 老眼浑浊 脸上全是泪水 她觉得脑子发胀 眼睛一黑 就往后仰去 摔在地上 一声闷响 陈大嫂被公公支开 一直在附近转悠 抓心脑肝想知道 夏小兰给陈旺达 打电话说什么 这岳阳电话 一打就是这么久 电话费不要钱啊 这才刚凑到墙边偷听 就听见咚一声 之前陈旺达的影子 还倒映在窗户上呢 一眨眼人没了 陈大嫂吓得要死 连叫了几声 爸 没人回答 推开门一看 陈旺达摔在地上呢 哎呀 爸 爸 你咋了 陈大嫂把手放在 陈旺达鼻子下面 还好还好 人还在出气 他这精神一紧一松的 一下就吓哭了 哭了一会儿才想起来 要叫人帮忙 得把陈旺达送医院呢 这可是家里的定海神针 陈旺达要是出个啥事 整个家就全散了 别的不说 要没有陈旺达拍板 陈家人也不可能凑钱给他儿子交学费呀 救命 来个人哪 老爷子摔了 夏小兰挂了电话 心里还是不放心 陈老爷子当过兵 干了多年村长 是老党员 从心理素质到思想觉悟 都是陈家一等厉害的 是陈家最能拿主意的人 只有一点 老爷子上了年纪 能承受住这消息的冲击吗 夏小兰不放心 又再次打电话过去 电话转接到七景村 都是半小时后的事了 村里人养马翻 把陈旺达送医院 根本就没人接夏小兰的电话 夏小兰就更担心了 提心吊胆到了第二天 电话才有人接通 是陈大嫂从县医院回家拿东西 一接到夏小兰的电话 陈大嫂就咋呼 夏小兰啊 你昨天和老爷子说了啥 老爷子打完电话人就倒地了 昨晚县医院抢了好久 真是差点把我吓死 夏小兰心里咯噔一下 那陈爷爷没大碍吧 难道他真的不该多管闲事 陈庆爱骗陈家 就让他骗 干嘛要将陈庆戳穿呢 我还没担心了 那里实际上 像这一堆 陈等你 那一堆 人就说了 感谢观看